大家好,现在是2023年6月27日,欢迎收看今天晚上的节目 我们看到,今天护身指数是一个缩量反弹的表现 那现在很多人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大盘止跌了吗? 对于这个问题,目前我们看得比较谨慎 毕竟今天市场在反弹过程中,还是出现了几个不理想的地方 首先,市场缩量太快 我们看到今天护身两市,合计是成交了8400多亿 这个数字比昨天是大幅减少了1300亿 反弹过程中,量能出现这么大幅度的萎缩 这对于反弹来说,并不是好事 其次,从北向资金这边来看 今天北向资金是净流出了26个亿 同时,北向资金昨天借大跌增持的中兴通讯 浪潮信息,科大讯飞 今天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北向资金净流出的情况 也就是说,昨天午后,逆势净流入的北向资金 并且今天护身两市减少的1300多亿量能里面 有900多亿市来自TMT方向 这样的话,TMT后面会有局部机会 但要走出整体机会的难度就会变大 而如果TMT族群热度下降 那么届时,如果没有新的热点板块 来配合中自投板块稳定市场的话 那这对后续大盘止跌反弹来说,并不是好事 简单一点 从指数来说,我们可以把上证指数划分成三种情况 第一种,如果明天上证指数跌破3180点 并且没有重回3180点的话 那么后面上证指数就继续可能震荡向下 去靠近3030点附近 第二种,如果明天上证指数守住3180点不破 那这个情况下,指数有望初步止跌 但止跌后,是否会继续反弹 就看后续在市场在盘整过程中如何修复了 第三种,如果周四收盘前 上证指数可以站稳在3206点至3207点上方 那么阶段反弹就有可能会开始 但要注意,这个只是短线的阶段反弹 而不是反转 所以,对于我们操作来说 明天要留意的就是 上证指数能否守住3080点 而在板块这边,我们需要留意 在TMT短线热度暂时降温的背景下 这几天有异动的板块里面 是不是会出现新的市场热点 这方面,我们建议大家把关注重点 可以放在三个方向 它们分别是电力设备、电力行业以及军工 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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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